蔡英文来到台南盐水 现场看起来人很多 但呐喊声似乎不太热情 听来听去好像都是主持人 以及另外一名男子的声音 不过大家看到蔡英文 还是涌上前握手 这个月14号 蔡英文一连跑了嘉义台南行程 民众抢着握手拍照 一扫背虽然美人气的窘境 但接着有民众上网爆料 说蔡英文人气高的原因 就是她前脚走 后脚现场就开始发明 还附上一张兑换券 上面就写下午三点 小英总统来了 下午三点半 毫米义卖活动 有网友就质疑会选嫌疑 还有人说这后面的奥博还很多 事后追查 原来这个兑换券 是民党议委提命人 赖会员特地硬据的 引发网友质疑 上百位民众前来捧 蔡英文的场 其实是想来换米的吧 就是跟我们在选举里头的帽子 还有扇子 还有面膜 一样都是等值的一个价值 绝对没有超过三十块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一定要这样子抹黑我们 赖会员强调 大家是因为认同蔡英文的理念 到场立挺 还说台南人不是这么容易就被收买 蔡英文人情忘是事实 不过总统前脚刚走 后脚就有人开始发明 要是蔡英文本人知道前因后果 恐怕也觉得有一点糗 记者台南综合报导